这年代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和随之而来的文革 让薛范不得不停止了对苏联歌曲的翻译 但他并没有放弃歌曲异配 而是暗地里把目标转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歌坛 他就像严冬的松柏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薛范曾经说过 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连在一起的 八十年代当中国迎来了改革的春天时 薛范也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在出版大量外国歌曲集的同时 他撰写出版了《怎样欣赏苏联明歌》 《摇滚乐史话》等外国音乐研究专注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停留在歌曲的简单翻译过程的话 那么此时他已进入了全面研究和传播外国音乐的新阶段 这本包装精美的书名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是薛范五十年翻译的歌曲精选 书厚厚的沉甸甸的 仿佛诉说着一个有志者 五十年在歌曲异配道路上的执着追求和艰苦跋涉 在他的辛勤劳动之下 人们相继欣赏到了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歌 《友谊地久天长》 日本电影《人正》中的草帽歌 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子之歌 美国电影《音乐之声》中的诸多插曲等经典的外国歌曲 同时他还把以汉城奥运会主题歌手拉手 意大利足球世界杯主题歌《意大利之下》 美国音乐剧《猫中》的经典唱段 以及美国流行歌曲《说你说我》 摇本歌曲《天下一家》等位代表的外国现代歌曲 介绍到中国掀起了一阵阵外国歌曲的乐场 写《嘉坂节那场》 未来之声 Austin With Himself山 张蓿和海语 Walter 林志尼 原定 字幕 BUTko 监抑 反应 结局 源于海语 叙子 Gen Veo Rabbi ció narrowany ca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日看到庙 하�期的儿子时尽快乐 驚 meteori 煙 너 墜落 现 Gast然后处复 喜 Kampf vanished 曾有嚮往 心中 永不歸響 當年輕盡 曾有嚮往 紅油的心 每一夜夢裡 見到你 感覺 我知道你沒有 願意 在遇見你萬里 來到我的身邊 告訴我 你沒有 願意 你怎麼高呢 是要懂外語 這不會有問題 翻譯了 要懂音樂 要懂文學 詩詞 在這點還不夠 要懂得怎麼把三者捏起來 放到詩盒的一個鞋子裡去 這點是真的基本主要的東西 有許多人不懂得翻譯的人 就是這樣 隨便找了一個角 就填上去就算了 就穿上去就算了 腳太大了 就學足 把足小的學到一點 腳太小了 就填給棉花 箱子塞一個 說了就行了 所以這樣東西是不能唱 走去路人 你看他叫老别扭 所以我們翻譯歌曲 最重要的就是要怎麼講 這一次 學老師來 我有機會見見念 也願意藉此機會獻上一首歌 獻給您 就是您翻譯的歌曲 我認為可以當作是 翻譯歌曲的傑作 在搖洞裡 賢洞裡 路火山山 琳塞柳枝 香味如點點 誰 新ían 曖洞裡 雪經 歌词 俄罗斯歌曲的歌词翻译界 那是第一把交易 这个也是一个公认的 好不容易不能成为名人 不能有那么多的荣誉 他的歌曲 歌词翻译的确实不错 今天我给大家唱了一首 那是他翻译的 据我了解吧 除了另外几首 就是别人的一作 这个薛帆这首 这个歌曲的翻译还是相当棒 唱起来非常舒服 这歌曲的翻译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不能识原意 另外你还必须的优美 优美和宗室两个翻译都要照顾到 这个歌曲我认为他的意义非常好 我拿起来之后 我就没有勇气再从意了 我认为已经尽善尽力 不问收获 但问耕耘 这是薛帆的座右铭 他以大半生经历从事歌曲翻译 其成果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人能与其比肩 他翻译的歌曲 总是在最欢乐和最痛苦的时候 从人们的嘴边流过 带给人们愉悦和慰藉 在他两千多首异配歌曲当中 被传唱的只是少数 还有大量优美的歌曲 都藏在他的歌曲集中 藏在他的手稿里 生活的磨难 已经再也不能阻止他前行的脚步 只要音乐还在 只要歌曲还在回响 薛帆就不会停止他的歌曲翻译 如今 他年过七旬 仍过着清廷的生活 在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中的一个角落 比更不错 这个从未登上舞台的歌者 自然没有谢幕的荣耀 对他的掌声 就像是风吹过树叶时不息的沙沙声 风吹过后 他依然默默地守护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